大森國小辦理夏日樂學課程 從科技到未來 並結合英語的培養 此次以桌遊的方式教導英文單字 教室內充滿小朋友的歡笑聲 學生同言同語的說 這樣子學英語 比較不會枯燥乏味 也比較不會睡著 這樣子就是玩起來會比較有趣 不會像其他的那個看書 然後看那個單字 看著看著就想睡覺了 孩子的英語在未來國際化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希望說用英語結合 桌遊啟發孩子的學習訊息 對英語能夠有更多的學習 然後他也能夠引起動機 然後未來他能夠走向 鬆引國際化 教導主任郭冠霖表示 一般學生面對英語都會比較害怕 但竟有出遊的方式 讓他們勇敢開口說英語 小朋友也覺得比較有趣 容易激發學習英文的動機 主節來這邊很好玩 會把遊戲變成英語化 然後可以讓我們在學習上有比較多的幫助 用作遊加英語的會背得比較快 而且大家會覺得好玩 然後就背得起來 學生最害怕的被單字 因為他們很枯燥乏味 有時候透過不斷的練習 不斷的書寫會比較難記起來 也比較沒辦法跟生活結合 那透過桌遊遊戲式的有一些競爭嘛 那學生都比較喜歡贏啦 大城國小校長徐昌義強調 英文是國際語言 從小培養學生的興趣非常重要 這次開辦英文學習課程 就是為了增加小朋友的學習機會 並從日常生活來接觸英文 與國際上有所接軌 記者鄭光耀 玻璃鎮採訪報導